那天他就沒有回家 第二天大家開始在找他 找一找的時候警方就通知他們家人說 陳文成的實體在台大發現 所以剛剛大家可能有去從廣場經過 就在那個地方被發現 然後發現之後這個案子就爆開來就說 到底誰 陳文成是誰 他為什麼會死在那個地方 就是等於是陳文成事件的一個事件 然後讓大家很重視這件事情 陳文成事件到今天已經是42年了 1981年到2023年 那政府沒有給家屬或是社會一個交代 包括在前兩年 促轉會有做一個調查報告 我們手邊有一本書是 就是促轉會的陳文成案的調查報告 那這個報告調查的結果也只是說 陳文成的他殺的機率相當相當的高 但是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是他殺的 有很多間接的證據 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提一下 然後呢 然後政府應該為他的死負責 陳文成7月2號被警總帶走之後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陳文成脫離警總的控制 就是他到什麼時候離開被警總的人 警總的人離開他 這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顯示的 所以促轉會就說 從我們政府要為陳文成的死而負責 那繼續還要繼續調查這個案子的真相 因為他們手上有的檔案 就已經大概只能有這樣的揭露 那就是只能期待說 有更多人身上他們也許身上有其他檔案 或是說當時這個事件的參與的人 然後他們可以出來講 因為其實40年前 假設他算40歲好了 現在才80歲還算很年輕 還可以出來講 那當時負責把陳文成帶走 還有約談的那個叫做周小涵 那後來警總的人他現在後來就跑到美國去 然後就躲起來 然後他就不願意再談這個案子 我覺得是早是還早